您现在正收听的是《听世界》 本节目统筹策划 陆明 监制 林静 编辑 蜜爱芬 演绎 谢涛 制作 阿詹 杨楚富没有想到的是 他在外面闲逛的时候 晋国首都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呢 原来 鸾枝鞠躬尽瘁了 没过几天 虚沉也结束了他老年痴呆的痛苦生活 与此同时 赵帅也终于为老一辈领导团队画上了句号 更为震撼的是 中军帅先且居突发脑膜炎病故 不到十天的时间 晋国政坛四个重量级的人物去世了 设身处地地想想 四个国家领导人在短时间内接连去世 这个国家会处于怎样一个微妙处境之下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对于任何一个朝代的建立也好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初期也好 第一代领导人通常都是强势的 这个团队的特点就是个人能力和团队精神结合得非常好 于是这个团队对于国家的控制力是超强的 而一旦这个团队纷纷过去之后 权力真空就会出来 而第二代尚且缺乏有足够能力和威望来填补这个真空的人 于是权力斗争就开始 胡言和仙人的强势 以及赵衰的威望 让晋国的权力场平静了很多年 但是当他们去世以后 就已经没有人能够让这个国家的权力场继续平静下去 权力斗争 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权力斗争 就要揭开帷幕了 晋国的权力斗争就像潘多拉的盒子 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从那以后的几千年 中国的权力斗争就再也没有停歇过 晋国的权力斗争 简直就像一部权力斗争的教科书 指导着历朝历代统治阶层内部的 勾心斗角和互相残杀 很多人喜欢看春秋 有的人看的是大义 有的人看的是谋略 有的人看到的是权力斗争 所以有些人越看越少 有些人越看越聪明 也有些人越看越卑鄙 杨楚富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对于老人来说 冬天永远是一道门槛 杨楚富绝不应该冬天出去的 况且他知道这四个老人家的身体 已经很不好了 事实证明他这个错误犯得非常大 于是我们在讲春秋故事的同时 为大家总结一下权力的金科玉律 OK 假设我们现在是在跑奥运比赛的110米兰 那么在权力的起跑点上站着五个人 尽管呼声不同 实力有差距 但实实在在的 他们就站着呢 他们五个人谁都有可能被绊倒 也都有可能率先撞线 哪五个人呢 第一道线 杨楚富 他是太父 也就是靖香公的师父 与靖香公的关系最密切 第二道 胡舍姑 他是太师 是资格最老的刘其派的第二代 第三道跑道 是胡 他是司空 是资历最老的本土元老 第四道跑道 赵顿 他是赵衰的儿子 第五道跑道 仙克 就是仙且居的儿子 就是战神仙者的孙子 现在中军帅左的位置 同时空出来了 靖香公决定立刻补上人选 一开始的方案 是论资排备的方案 靖香公 让仙虎 做中军帅 梁毅尔 为中军左 姬正父 做上军帅 仙都 做上军左 这四个人 都基本属于本土势力 按年龄啊 资历啊 都是应该他们生了 其中啊 仙虎 就是当年搞豆腐渣工程的 侍卫的儿子 而仙都呢 也姓仙 但与仙枕 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只是很远房的亲戚而已 这一套方案 还没有公布的时候 刘其派的第二代 已经探听到了消息 怎么办 如果这一项任命下来 就意味着 刘其派第二代 彻底失败了 胡摄谷有点急 他认为中军帅 无论如何应该是自己的 可是他又不好去说 赵顿也有些急 不过自己的父亲刚刚去世 自己也不好强出头 不过 有一个人比他们都急 谁啊 仙且居的儿子仙克 论资历 仙克属于刘其派的第三代 是仙枕的孙子 如果论资排辈 赵顿啊 虚假啊 他们还有的排 但自己呢 真的要排到猴年马月去了 怎么办呢 自己能够迅速上位的唯一方法 就是让静香公改变提拔高级干部的规则 由论资排辈改为 赴业子成 于是仙克去找静香公了 静香公一看仙克来了 还说了一些节哀顺变之类的套话 却不知道仙克 早已经接哀了 早已经接哀了 现在是来顺便忽悠你来了 主公 我想问问 我父亲的职位 谁来接啊 这个打算是市湖吧 你父亲走之前 有没有说过谁接班比较好啊 静香公说 其实他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的 我父亲说了 说是胡家和赵家的功劳最大 没有他们就没有主公的今天 我父亲说了 胡赵两家的人没当中军帅 他都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希望主公能够考虑把他的位置留给胡家和赵家的人 仙克是一通忽悠啊 忽悠的静香公是连连点头 哎 对你说的对啊 做人不能忘本啊 得知恩图报啊 于是第二天 兴任中军人选宣布了 胡赵姑任中军帅 赵帅任中军左 姬正父为上军帅 荀陵父为上军左 先灭为下军帅 先都为下军左 权力斗争的第一回合 刘其派第二代获得完胜 而杨处父是一无所获 所以权力斗争的金科玉律第一条就是权力交接时期 不能轻易离开权力中心 下面还有一条附加的就是冬天尽量不要外出 因为冬天对于老人家的身体来说 的确是一道门槛啊 爱是一场越过天际 落下落下永恒的旅行 原来一切只是美丽 当我终于明白我爱你 寻衣草天的夏季 每段小镜都很甜蜜 被放监视副夜的那片森林 连送过落地时都在开心 天气很清晰是遗憾 微蓝色的诗句 湖泊很静 而我学着朗读出不再的爱情 雨淋湿的黑巧克力 雨淋不如你 用那庄园里的香槟 寂寂不尽你 鼓励感情叹不出 明明消失的声音 爱你才是我最重要的旅行 深夜万年的小镜 雨淋不如你 用那晚上的雨滴 寂寂不尽你 你是这个世界 旅行中最美的风景 最美最美的 最美的 baby 雨是沙漠 雨是紧握 就像我们不说话的时候 雨是冰桥 雨是心暖和 就像我们牵着手的时候 天气很清 你是遗憾 微蓝色的诗句 水流很清 我的思绪 永远在最爱你的距离 雨淋湿的黑巧克力 雨淋不如你 我的庄园里的香槟 清澈不尽你 鼓励感情叹不出 明明消失的声音 爱你才是我最重要的旅行 深夜万年的小镜 雨淋不如你 用那晚上的雨滴 清澈不尽你 你是这个世界 旅行中最美的风景 这爱情 有些的黑巧克力 雨淋不如你 雨淋不如你 不浓重于你的香槟 清澈不尽你 鼓励感情叹不出 明明消失的是你 爱你才是我最重要的旅行 深夜万年的小镜 雨淋不如你 游泳淋不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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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淋不如你